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今天的天气主要是受到太平洋高气压 逐渐往东退 逐渐减弱的关系 因此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 其实东南方有一些云气的一路之外 明天的白天天气也开始渐转成不稳定的状态了 白天的上午各地的天气都比较晴朗 而且都会是炎热的天气 但是午后开始有一些午后雷震雨发展的机会 在午后雷雨发展的时候 要盛防闪电雷击 以及提防短时较大的雨势了 来看到的是卫星云图 在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 太平洋高气压的势力 已经比前几天来讲更加的减弱了 在减弱的过程当中 台湾附近的风场就比较微弱一些 一部分南方的云气 移入造成东南部有一些震雨的状况 其实各地午后雷震雨的机会 也会有所增加 在太平洋高气压 东退的这段时间当中 其实台湾一直到周末的时间点 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的 虽然白天都是晴朗高温 但是午后雷震雨发展 还是会为部分地区 带来短时较大的雨势 预估到了下周 太平洋高气压又延伸进来的时候 天气又会回复成比较稳定的状态了 来看到我们的云雨预报图 预估在这种风场略为减弱的环境之下 其实各地在山区午后雷震雨发展的机会是增加 不过在入夜之后就逐渐消散 当然也有一些部分的海面上移入的云气 会使得东南部的云风面 有一些震雨的状况 这要请大家在夜间的时候 东南部的朋友们要比较留意了 来看到的是四日雨区的模拟 预估这几天的天气形态都是类似 还蛮典型的夏季天气形态 也就是说白天都是阳光露脸 而且晴朗高温炎热的状态 但是午后各地都有一些云量增加 甚至在山区有一些午后雷震雨发展的状况 那当然午后雷雨要特别注意到闪电雷迹 请大家要留意了 气温方面则是相当的平缓 最近的气温在北部来讲 都是34 35度左右 那在中部其实气温也是类似的 蛮典型的夏季天气形态 33到34度的高温 在南部云量稍微增多的时候 气温略有下降 但是下周太平洋高下又延伸进来的时候 气温又回升回来了 最后来看到今晚的天气预报 预估在今天的夜间 各地的空气品质都是良好的状态 以气温上来讲也都是比较舒适的 25到28度左右 东南部有一些隐风面的震雨状态 其他地区则是多云道晴 到了明天的白天来讲的话 上午的气温都会是比较高的 感受上都会是高温炎热 而且紫外线都有机会 来到过量级请大家要留意了 空气品质方面 中部以北稍微差一点 来到了普通的等级 这是因为非常晴朗的关系 臭氧有一些超标 那各地都要去提防到 下午的午后雷震雨发散 那预估入夜之后 各地的午后雷雨状况 都会比较减缓了 以上是今次的天气预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